据塔斯社维也纳报道 匈牙利议会议长拉兹洛·凯夫7日表示 乌克兰局势的起因在于美国谋求保住全球头号大国地位的政策 匈牙利通讯社原因凯夫的话说 乌克兰危机的真重原因不在于顿巴斯 也不在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 而在于美国的战略 他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美国马上就要失去全球头号大国的头衔 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 一个从葡萄牙到东亚的统一经济区将建立 其参与者会形成一个作为自由贸易区的世界经济中心 这也是美国的噩梦 与此同时凯夫认为 美国的意图是将欧洲与这个经济区分割开来 报道称匈牙利议会议长还批评欧洲国家正在奉行 无视其民众利益的政策 他强调如今的欧洲政策完全与现实格格不入 彻底无视其国内选民最根本的生存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